因為很害怕 昨天晚上睡不著 對對對因為很害怕 搭個捲印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因為我那個不在場 喔 所以你不是在跟他同解車上嗎 我跟他在不同車廂 喔 所以他是一路這樣子 超美的車廂 退到沒有辦法再退 就已經是最前面的車廂 好 主播一句各位觀眾 我們持續為您守候在台中林新醫院這邊 那我們稍早的時候 有訪問到了昨天遭砍傷的長髮健身 教練的母親 因為他一大早的時候 就趕底醫院這邊來照顧兒子 那他跟我們訪問的時候 也有提到了他昨天接到這個消息的時候 第一時間的反應狀況 以及他當下的心情大概如何 我們先來聽一段稍早的訪問 很害怕 昨天晚上睡不著 對對對因為很害怕 他他可能有打了 那個打藥嘛 打肢 會比較好 對 但是我是 呃 心心就一直很害怕 搭個捲印怎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因為我那種無災場 喔 所以你不是在跟他同解車廂 我跟他在不同車廂 喔 所以他是一路這樣子 超美的車廂 退到沒有辦法再退 就已經是最前面的車廂 對對對 其實感到相當的緊張 同時他也是不解說為什麼這個兒子搭乘 這個節日就會發生這種突然隨機砍人的事件 到現在還是相當不理解 甚至昨天睡覺的時候都有些不安穩 那麼這名健身教練呢 他躺在病床上 可以看到說他的這個左臉啊 還明顯這個包著紗布 主要就是因為他昨天遭到這一名嫌犯砍傷的時候 他這個刀傷長達9公分 那麼其實呢 其實傷及見骨的 那已經有傷到了他全骨弓的附近 甚至骨頭有斷裂的 那醫院這邊稍早也有來做出最新的說明 說後續可能有需要美容以及修復的部分 那他其實也有提到啦 他說昨天他們其實跟這一名嫌犯是在不同節的車廂的 當時候因為他錯過了上一班車 所以才會跟這個嫌犯搭到同一班車 那兩個人上車的時候是在不同車廂的嘛 那他說上車的時候就發現 欸 嫌犯好像有點怪怪的 沒多久之後就發現他拿出刀子來朝這個乘客來揮砍 那他說當時他上前想要來阻止 甚至呢他們退一路一路退到這個後頭的車廂 正式退到沒有辦法再退了 那當時他也忍著痛 臉上呢都還流著血 也就這樣子奮力的去想要將嫌犯給壓制 並且想讓他手中的刀子給躲下 不過好在呢 他其實先前有一些這個健身方面的這個專長 因此他當時躲的時候其實是拿這個刀柄的部分 沒有拿到刀刃 所以傷手上的傷比較沒有這麼些的嚴重 那他當時將他壓制了之後 後續嫌犯呢也被警方順利的帶回了 那目前嫌犯也都還在警分局這邊來接受訊問 究竟是隨機的還是呢 他有一些原本就預謀要來犯案呢 也等待警方後續來釐清 那麼以上是在台中零星醫院這邊掌握最近情形 將弦鏡頭交還彭內主播 又有拔 nos Şimditos 會變成嗎 都不行 Erfahr 鰻瀑 下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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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全 有拿刀子 人在哪裡 下車 這位嗎 確定嗎 他充氣咧 我會走 我會走 你會走我 你會走我 你先坐下來 你會走我要追 你先坐下來你不要動 你這位嗎 他充氣咧 充氣我丟出去 我丟出去 人在哪裡 你先趕快 你先趕快去 你走不要動 走不要動 走不要動 這位嗎 確定嗎 他充氣咧 我丟出去 走不要動 他要砍了還是他 不確定 走不要動 他充氣咧 你有智商三人之語 我先做管事後來 你張手在哪邊 走嗎 來收起來 你不知道 收起來 我 我拍了 我拍了 來出來 我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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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動 你會動什麼 你先坐下來 你不會動 你不要動 你不要動 第二王是誰 第二王 來那個 電梯在哪邊 六六棟 凱軍跟誰六棟 最後一兩棟 你把遠景請跟他上車 遠景台南上送醫 我們還不行的車上上去 今二十一日十一時十七分許 台中捷運四五捷運站內發生男子遲刀傷人事件 現場共有兩名被害人遭刀刺傷 目前已送醫治療中 警方到場時犯罪嫌疑人洪南 已遭戰務人員及熱心民眾壓制 因洪南身上有多數受傷 目前已有警方介護送醫治療中 據了解洪南今日已一時三分許 從水安宮檢驗站上車後 因不明原因遲刀攻擊其他乘客 現場民眾健壯合力壓制換嫌 警方後報後也立即派員趕護現場 將洪嫌逮捕並協助傷者送醫 洪嫌受傷介護就醫治療 本案以苦頭報請台中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警方證實強調 對於犯罪行為解不寬帶 解不容許不法行為挑戰公權力 秉持足夠誤進精神 維護市民安心的生活環境 洪南有受他的動機嗎 目前我們警察官這邊等一下 我也做個互訊會跟大家做報告 這部份我們目前還在離勤當中 可以確認是他昨天是在我們台中的旗車領館 至於說他發什麼風氣上來 還有這送氣桶並過滿的部份 不明他在離勤當中 這部份我們也是在正式的製作他的比錄之後 會來離勤和情侶再跟他就報告 當時你們逮捕的時候他自己是不要亂來 逮捕的過程當中他是本身也有輕微受傷 是沒有做一個很強的抵抗就是我們剛逮捕 通暴引力救救救這部份是一次 他要整個是兩個傷者 所以是一個擊殺人 目前是不認識這個我們受傷的民眾 自己受傷的動機 如果你們還要進步在一起之後 再跟大家做一個方法 請問他是不是精神烈管 是心理狀況有問題 但是還在確認 是心理狀況有問題 但是這部我們還要確認 包括我們他的JSC路線 要請衛生局來做我們 幫我們協助來做的調查提供 這部還是我們檢察官會在後續來做的確認 我們其實這邊還沒辦法確認 跟大家做確認說 你們是他的家屬嗎 他的家屬 他的家屬真的會調查 他好像很調查 他有沒有機器有幫助他 目前他監視器是沒有看到自己的方法 沒有看到所有人的方法 你接受了什麼 這部份我們可能要再調進 這部份要做 就像檢視器 才有辦法跟我們大家做的確認說 這部份我們沒辦法表達這個 他的心理的感受 我們還沒有到達公共 才從這個上來 沒有辦法跟大家做的確認說 所以兩名傷症受傷 所以第一位受傷的就是 其實這個效果嗎 連擊的部分 他有在做的確認 是大概就是臉部有受傷 還有臉肩 還有胸部有受傷 兩位民眾受傷 他就先攻擊你長 還是先攻擊少年 這連擊的部分 他請我比較不清楚 攻擊哪一個先 攻擊哪一個先 我們要再做的確認 還有辦法跟大家做的方法 目前看到影像是昨天是在台中 所以說來住幾天 我們也是要做進入部的確認 昨天是在我們的機車旅館這邊 哪一個 我們系統的機車旅館 但是我們還在調這個 正式的部分 我們在調部機車 再做個確認 但是來住了幾天 那他的刀是在 刀是不備的 還是在這塊 就是我剛剛有跟大家做報告 這部份我們還要做確認 因為沒有發票 也沒有其他的走證資料 沒辦法跟大家做報告 當時列車上有有隨車人員 當時中捷公司 我們請到站在中間好不好 有關我們捷運警察隊 礙於整個能力 還有請客人排 確實是沒辦法 每一個列車上都有 警察的隨車人員 那今天案發的這個列車上市 沒有